剛剛聽到這些女生就是讓我想到 台灣也有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讓我覺得有愛有恨 就是台灣女生 怎麼樣 就是像你們三位就是講的 其實也滿有氣質啊 就感覺是有背景有家教的 可是真的EQ觀禮很差 有背景但沒家教 有家教 有家教 你懂嗎 講沒家教是講到我爸媽不可以 那我不是剛剛有成長 可是就是EQ觀禮真的很差 我們只是發表我們的想法 一直哪裡差 就動不動就要生氣在那邊 你看到你的那個血管在那邊 要爆出來這樣子 沒有感覺 我們平常沒遇到你們 也不是這樣 你不太理解我們台灣 不是 太早了吧 20歲就發生了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 這邊的男生應該是都有那種經驗 就是遇到一個女生就是覺得是甜食 就是講話很融融 然後就是講得很有氣質啊 然後看到真的是 有可能是不合分手的時候 真的是扁怪物那種啊 就什麼 那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的 可是為什麼就不能和平分手 你們牛西蘭有吧 你有交到牛西蘭女朋友嗎 我們 有啊 那牛西蘭女生不會嗎 他說比較啦 比起來 我覺得是你挑人的問題 不是因為國家 真的 我也覺得是你的問題 對啊 因為凱傑每次碰到女朋友 都是你受傷比較多 我真的 我真的說啦 因為其實可能是在節目上 我們講的一些例子 可能是比較不好的經驗 才是好笑的 才是人會想聽到的 可是我遇到很多很好的台灣女生 又來要再追台灣女生 我們來問一個 從來講話就不會補的人 他一直覺得台灣女生非常的粗魯 講話非常的直接 真的 我跟你講 台灣女人喔 就是這樣子 講話真的很粗魯 不可以 不可以拿名字 但是 但是 這個喔 其實我發現了 為什麼我那麼喜歡 就是台灣的女生 我就是愛 你喜歡這一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沒有 這個部分 有好有壞 就是說 但是呢 工作起來 就是如果男力隊的話 很厲害 所以我後來發現 而且就是談戀愛的方面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 沒有人控制我 但是後來來到台灣 台灣女人喔 個性超強 我發現 好像我是被 很愛 很愛 其實有小男人的心態嗎 有一點 應該是有一種變態 蠻愛被管 看得出來 就是變態 就外面就是 大男人 但是就是回到家 嘿 不錯 不錯 台灣女生計算還不錯 真的很可愛 我們的行男們 都說很愛台灣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問問他們 現在台灣流行 白痴造劇法 有一點時間 我們想要看看他們 到底懂不懂台灣 對 我們請他們來做 白痴造劇法 咱們的外國行男團 有很多是特地來台 學習中文的高材生 他們的文字造詣 跟台灣人相比 可是毫不遜色的 但是這幾年台灣流行的 白痴造劇法 專門惡搞原本正常的造劇方式 來製造效果 到底行男們 能不能正確發揮 白痴造劇的精髓呢 咱們一起來揭曉答案 我們先看少俠的好不好 少俠你寫的是 我的字是本來 所以我的造詞句子是 夢多是我從日本來的好朋友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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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寫的是小亮哥 愛賴床 你的Keyword是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Sorry 小亮哥 愛賴床 不到十點 絕對不起床 好可愛 好可愛 厲害 好可愛 好可愛 她的Keyword是便當 便當 少俠把大便當作是 工作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你怎麼會在攻擊他 我剛剛寫錯了啦 應該是 夢多不是我從日本來的 好幼稚啊 好幼稚啊 少俠的反應超快的 來看一下凱傑的 凱傑的Keyword是機會 機會 女生吃飯不看手機會死 凱傑字好好看 男生也會死 他字寫得好正經 對啊 凱傑字很好看 卡比歐的Q文是如果 好可愛 寫得不好好 好棒喔 我們沒有字也好可愛 來 白菜的Q文是白痴 我的是白痴 就算寫得不清楚 是小白痴痴的等著小灰回家 那接下來就要進行 中外PK愛台灣 不論台灣代表還是外國新男 大家都說自己最愛台灣 但是口說無憑 唯有通過遊戲競賽 才能看得出真心 現在有兩位主持人分別 帶領台灣隊和外國隊分庭抗禮 到底誰才真正愛台灣 比一比就知道 好 第一個回合就是我們的 成語大考驗 來 我們這邊派出來的 是我們最菜的白菜 中文很好 他剛剛很厲害啊 壓力很大了吧 我可以請問一個問題嗎 投降可以輸一半嗎 沒有 不要投降 等一下這一關不是瑤瑤 就是派我 你只能兩個選你 我不玩了啦 如果PK被外國朋友比下去 那這還得了啊 洋洋我問你 你從小最擅長的科目是什麼 就是國文 怎麼可能啊 我已經說 話都講不清楚了 我以前是國文小老師 你是汽車修復吧 真的還假的 我這個國文小老師 而且每次只要是 考什麼墨寫啊什麼的 我都可以考90到100分 那你背首師來聽聽 白日一三幾 黃河二 對 難道吧 是… 那搬上誠語應該不多 那搬上誠語應該不多 沒有… 我們白菜也放輕鬆嘛 好不好 他已經放得很輕鬆 最近新學到什麼成語 人云亦云 人云亦云 是什麼意思 就是指別人說什麼 他就跟人說什麼 但是他便沒有去求證 怎麼樣 來… 來… 今天你講最操縱的話 再來一個 隨便再來一個 隨便一個就好 東施孝萍 東施孝萍呢 這其實以前 因為典故事 因為以前有個西施 然後東施呢 就想要仿孝他 以為學那個西施 做什麼事情 人家就會覺得他很美 所以他就是個仇女 白菜 直到我們的程度了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呢 讓你們有多難看啦 還要比嗎 等一下 我們先問他們自己 覺得自己贏的勝算有多高 當然會贏 這雙是我說的吧 我是… 我是從小就讀中文的人 你看他又講了一句成語 無庸置疑 無庸置疑 你… 那我要講一句 你畫個圖好了 異想天開了 異想天開了 還不回答 開始囉 來…我們兩… 我們兩隊先來猜拳 看誰先囉 剪刀 石頭 布 你要選… 你選… 先還是… 不要先 讓他們先 讓他們先 我先還在提醒 對 你先看看他的實力怎麼樣 對 你先 好 我們先啦 來 請就位 對 真忍不露像 平時少跟肩的搖搖 原來從小是國語小老師 這回對上中文造詣高深的白菜 這場比賽看起來精采可奇喔 好 第一題是 做賊心虛 哪一個是對的 1還是2 2是對的 2是對的 對 1是錯的 確定 有自信嗎 你要選擇1 到底1是不是標準答案呢 1 2 是 來 我們來看第二題是什麼 第二題是 不可理喻 形容不講道理 態度滿橫 哪一個欲是對的 請問是 第1 第一個欲是對的 你確定 我確定 你什麼時候學過這個字 我昨天有讀到 我昨天在昨天考慮 從前複習 所以昨天先真的 模擬考有考到 怎麼運氣這麼好 好 我們來看答案是不是 1 選出太簡單 對 太簡單了 以白菜的程度 應該更難一點 來看第三題是什麼 大家踏伐 以武力討伐 也對人 對人生做攻擊 哪一個是對的 1還是2 我覺得第1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第1有手 應該是打的意思 可是踏伐是 9 對 哪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第一個 你確定 我確定 我確定 他信自己 我們來看答案是什麼 可以一定 他連出這幾句都是1 他會不會都覺得1是對的 作弊 來看第4題是什麼 一飛沖天 比喻平時沒有特殊的表現 突然之間有驚人的成績 是1還是2 第二個是對的 哪一個是對的 第二個 真的假的 他堅持第二個 我們來看答案是不是第二個 太強了吧 你們都會嗎 現在還沒錯 下一個 他很強 不勞而禍 形容不靠勞力 就可以獲得報仇了 我小時候有過過這一題 第二個 我跟你講 這一個 有作弊 他一堆他已經寫在上面 真的 所以你覺得是第二個嗎 第二個 答案是什麼 什麼 你們出這些 我到底 他都會 來 我們再看下一題是什麼 這裡面有你不會的嗎 後來還可以 後來還可以 還是節目是你出的 鴉雀無聲 形容環境四周非常 而且這個太簡單了吧 第二個 第二個 對還是錯 對 好的 這好簡單 我的擺菜很厲害 我跟你講 道聽圖說 路上聽來的話 這句話形容是沒有根據的傳聞 我們請問 白菜是一還是二 第二個是對的 第幾個 第二個是對的 你確定嗎 我確定 你看瑤瑤多緊張 你看他 他好有自信 怎麼辦 我們通常輸一半了 趕快去輸一半了 確定不改嗎 第二個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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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宇 周宇 這個答案 對 對 周宇 都沒聽過 坦腹東床 這我沒聽過 這我也沒聽過 這個比較少見 形容一個人很有才華 所以態度輕鬆 瑤瑤你覺得是哪一個是對的 我是沒聽過 但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E吧 為什麼 因為E有那種忐忑不安 是很緊張的感覺 可是他態度輕鬆 對所以他坦腹 就是好像 我不知道 來 我們聽一下白菜 白菜你學過這個嗎 我沒有學過 那你覺得哪一個 第一 第一個 可是第二個感覺是比較輕鬆的 我也覺得第二個 因為他把對準彈在那邊 我也覺得第二個 太坦然的感覺 覺得第二個的請舉手 好 其實第一個的請舉手 看字面 完全看不懂的人請舉手 台灣代表硬起來 外國前男重彈不重優 我們台灣男人就是硬 你們老外就是軟 軟趴他 台灣隊加油 今天遊戲一定要贏